那个公式跟那个我们这个最后的不一样 因为主要原因是我刚刚就是把那个蓝的部分 本来应该是插入到1f这里 那我是把它放到后面 所以我刚刚把它搬位置 把这两蓝剪下来 然后再插到这边来好了 把它放到1跟f 这样的话就会跟我们最后一要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公式的话呢就是因为这边是g2 刚刚是e2啦 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个改一下 那因为我把它剪下贴上 它好像会自动把那个公式做改变 而且还蛮人性化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 万宁街的前面这个字是礼 什么礼万美礼 所以从这个字第九个字 那所以下一个字应该第十个字开始 其实只要取三个字就可以了 那问题是如果假设每一条街或者每一条路都是一样三个字那就好搞定 但问题是现在不是都一样 有的有三个字 有的有四个字 有的应该没有五个字 四名大道大概四个字或三个字 那比较麻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知道说到底应该几个字 其实如果找得到逻辑的话 那就好办 但问题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想到一个方法 要不就是怎么样 我们去找找找看 这个柱子里面 它到底是路还是街还是道 本来只有想到说应该是路跟街 其实后来发现好像还有个市民大道 因为它是 或者还一个 凯达格兰大道 不过这里面应该不会有住人 因为那边只有总统府嘛 所以不会有失窃问题 OK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逻辑 刚好也是三个逻辑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街 要不就到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逻辑跟这个邻里区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后面这个路街道 其实不用重做 我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邻里区 改成路街道 那我其实就可以知道 后面那个字的位置了 那我再来做什么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公式 直接放到密的里面 就可以做出我要的街 所以下一个阶段复杂度比较高 虽然它做出来的公式很长 但是其实都是有逻辑性的 这个逻辑是我想出来的 当然如果你还有别的逻辑 你可以用别的逻辑试试看 如果有更简单的话 欢迎你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那我就把这个公式再减下 铺帮按等号 然后把它放到哪一个函数呢 放到mid的函数里面 然后第一个的话 test test就是我们地址的位置 就是这个地址哦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从哪个字开始 从刚刚的那一串公式 所以那一串公式把它贴上 它就会告诉我第九个字 有没有 这个如果有0就找0 因为这边只有里 所以找到里 里的话第九个字 但是里的下一个字 所以记得加1 下一个字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它变成说 它会找到里万宁街 多一个字 所以记得加1 下一个字的意思 然后呢 要几个字 要几个字的逻辑 跟前面那个1151 那个范例蛮像的 就是找到街这个位置 或找到路这个位置 有没有 所以要把 那怎么找那个位置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一次 然后我刚刚讲到 就是把邻里区改成路街道 路 再来 在顺序其实你可以改 不一定路街道 可以街道路都可以 或者是颠倒一下 反正呢 就这三个 它如果找不到路 那就找街 如果找不到街的话呢 那就找到 找到 OK 以后的话 你们也可以利用同样的逻辑 有点像套用公式 反正你要找的资料是 开头是哪个字 把它加1 尾巴是哪个字 OK 找到尾巴了 尾巴的话 第12个字就这一个 那12个字的话呢 你就直接什么 再把它移到最后面 减掉什么呢 再贴一次 把 街的位置 减掉里的位置 那记得 这个地方 前面那个151要减1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不用减1 因为 这边到这边 刚刚好三个字 所以不用减 那就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实际上 等于就是 把刚刚的公式减下之后 贴一次加1 贴一次改0里去减掉 再贴一次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 好 按凝结 那向下填满 那各位可以看到 马上 我们要的 哪一条路的讯息 就做出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 只要是地址本身的资料 没有问题 是符合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规则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出问题 除非像这个地方有出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它没有路 它只有什么光复理7号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地址本身的问题 那怎么办 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个就是Value本身的 这个就是它地址给错了 那除非你就是在写信或打电话 去问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资料的承办人 跟他讲说 这个第297编号 到底这个地方错在哪里 请你修正一下吧 如果像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是捷运站 可是捷运站不是住宅 所以这个应该是物质 所以要不就把这个删掉 OK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自己再去修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就完成 完成什么 完成我们取得这个地址的这个公式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步的话 我把它回到1先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然后插入MID函数 第一个地址给它 Test就是地址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 从这个邻里区 开头位置加1 几个字? 找到这个叫路接道 所以把邻里区改成路接道 改路 然后这边改街 这边改道 意思就是找到后面那个字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移到最后面 剪掉前面那个位置 最后就三个字 然后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就得到我们要的了 OK 这个其实还蛮万用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有类似的状况 你要取得某一个资料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而它的位置 它不确定在什么位置 但是它有一个固定逻辑的话 那其实你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把你要的资料给取出来 那用的函数 跟上个礼拜用的那个Find 跟IfAir跟MID是一样的 OK 所以其实还蛮万用的 最后呢 如果你有路接道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插入里面有个枢纽分析表 那假如我们希望能够做出枢纽分析表里面的 这个前面前十个好了 假设因为路这么多条 那我想知道 失窃那个按键最多的前面十条 因为路恐怕有上百条 不然有没有上千条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哪些路的那个失窃按键最高的话 并且用直条图帮我列出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我刚刚那个公式的部分的话 一样是在底下 完成的话在第 第五页这个地方 OK 试试看哦 试试看